就是Julia的菜式跟那個... 不然說的比賽 大概有對Julia有稍微一些了解的 就是有了解的 你今天講的東西有猜我看過 你看過 然後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第一次學Julia的時候 反正那時候看到Julia 我記得Julia Matrix的Same Library 然後我就很興奮 然後就拿他寫了一個 back provocation的neural network OK OK 之前也來那個MLDMonday 你知道這個社群嗎 對然後我那時候 你要講的Modulogization應該是 它的那個at parallel 那個東西 at parallel 是嗎 不是 我想看看 還是at a test 沒有沒有跟at 更有關 對 是嗎 對啊 我那個時候就是 like MLDMonday 講說怎麼做Julia的平衡化 還有就是做 呃... 因為它有一個patent 就是consume 跟consumer 跟那個producer 的那個patent 那個就是另外一塊 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是想在寫 對 對 對 conversing 對 嗯... 不過這邊 這邊 好 等一下我們就知道了 喔 所以你要講多型是不是 對 放鬆 OK... OK... 那... 接下來就是 大概構思一下 就是 基本上在... 在... 嗯.... 我們生到有物件早上那 物件早上的裡面 他通常就是去架構一個class 一個lady 然後在這個東西在Julia裡面 它就是去寫一個菜 所以基本上GLIA裡面的東西都是用Object去把它包裝起來 就是他也是會去用物件的概念 不過他跟之前的物件導向語言的概念有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他有稍微一點做一些修改這樣子 然後Object他有自己的新別就跟Object他有 在以前物件導向Object他有自己的卡是不是一樣的概念 大家有問題可以隨時打斷 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東西很多可是好像有點散 沒有把它串起來 如果前後如果接不起來的話可以直接打這樣沒有關係 那基本上形別他的宣告的話 他其實跟物件導向的東西是有點像的 但是他有用多一些東西 那通常我們如果在Cast裡面的話 一般物件導向的話Cast 那一隻狗他可能會有他的鼻子可能會有他的顏色 OK 那通常我們會寫這個樣子 就是Type 然後他是一個動物 那裡面會有他的屬性 那這些屬性呢 他這邊我建議的是名字跟顏色 那後面的這個 後面的這個呢 是這兩個屬性的Type 那基本上Stream 在Julia裡面用比較多 是UnsureStream 那其實他下面還有那個 UniCode跟UnsureStream 那這個是一個 呃 呃 在 如果 如果對應到 以前 呃 附件導向裡面的話 他是一個Concrete的Task 所以我把它叫做一個Concrete的Task 然後如果是Julia官方網站 他上面寫的是 呃 Concrete的Task 那 嗯 我覺得Anyway OK 好 那所以說如果你要用這個Dog的話呢 那你要先 先告到底 然後呢 他的名字是什麼 然後他的顏色是什麼 然後他就是直接對應到上面 然後順序 然後你就可以 宣告出一個Dog 對 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 呃 Julia裡面還有 所謂的UnsureType 那 UnsureType它 對應到也是 在 固件導向裡面的UnsureStream 可是 就是 在UnsureCast 呃 物件導向UnsureCast 它有 它可以包很多東西 它可以包 它裡面也是可以宣告那個 那個屬性 可是基本上在Julia裡面 它不給宣告屬性 它就是寫一個Unsure 然後Animal 對 那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把這兩個東西 串起來的話 意思就是說 呃 我們剛剛宣告的那個 造根呢 它其實是一個Animal 然後呢 造背有它的屬性 然後Animal呢 嗯就是Animal 就是你沒有辦法 在上面寫些什麼東西 OK 那 這個的話 其實看起來 跟 跟 我們以前 物件導向的Cast 以前 物件導向的Cast 它裡面除了包 屬性以外 它還包了這個物件 它會做體質 也就是物件的行為的部分 那 這個東西 它沒有行為 對 那 呃 就變成說 就變成說 它比較像 Steven裡面的Structure的感覺 對 然後但是後面 可以用一些Trick 做到一些事情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架構起來的話 它會長成一顆 一整顆的那個 Hide hierarchy 的Trick 所以 這個是Julia裡面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Trick 那 呃 這邊 最抽象的部分呢 是Number 那下面就是一些 呃 一些實作的 數字 所以它有支援 Complex 就是複數啊 然後實數 然後實數的加讀裡面呢 它還包了Float 就是五點數 然後 Integer 然後 Rational 是那個 有異數 然後 又有異數 那 Integer下面它還有分不同的 呃 不同的 這個 位元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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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基本上 它整顆的 Hide hierarchy 可以把它總結成這個樣子 它 所有Time的最上面 就是 最 呃 所以 最下面 所有人 都是 所有人 所有人 都是 Subtype 都是 嗯 裡面 然後裡面什麼東西 都沒有 OK 那 你可以去問的是 就是 因為這個走 這個方向 它是 Type 就是 它跟 呃 物件導向的 pass 對 那 你去呼叫Type的時候 像你剛剛 呃 去問說 這個 這個 instance 是屬於哪一個 Type OK 那 你也可以去問說 Type它的 反向 是誰 應該說 抽象 是誰 就是 Type的 是誰 那這個東西 在 在 Python裡面 是 很好 它叫那個 對 只是我沒有 去介紹這個東西 那 基本上 它的 呃 Type 是 Datatype OK 所以這個東西它是 有語言的 呃 那個層去 定義出來的東西 那基本上我們 會操作的 會 用到的 大概就是 呃 Any這邊 長出來了 相見所有的 Hierarchy OK 那請問一下 Any跟Datatype之間的關係 也是 也是 呃 你去問 呃 Title Any的話 那它還是Datatype OK 就是所有 所有 這裡面 所裡面包的所有 Title 它的Title 都是Datatype 你都可以造出一個 相對應的 instance 就是一個 一個 實體 可是能造實體的 不是只有 concrete 口誤 口誤 應該說 這邊裡面 所有的 是concrete的 Title 可以造出 上面 所以 就把這張圖 畫出來 好 欸 這邊 是一個 Overview 好 我講到這邊 會不會太快 還是 有人 用不到 因為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把世界觀拉得很大的樣子 OK 那基本上 呃 Julia的Type System 它是動態 因為 它是在那邊 那 其實它還有包一些 近代性的 的 優點進去 所以說 才會讓它變得更快 好 那 呃 在 前面 上 上一次 應該有找到方選 那 方選它其實 它的參數 是可以加上 就是 你可以去限定 上一次它上面 呃 加不加上型別 那 通常你在 呃 快速想要做策略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去忽略型別 那 那個 那個東西 如果你忽略那些東西的話 那 基本上它會預設成m 也就是什麼都可以的意思 OK 那 如果說 呃 你事後想要 呃 我的程式差不多 都穩定了 就是差不多長這個樣子 那 你後面可以 藉由去 加上 呃 去增加它的 效果 那 欸 它還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 去做參數齁 那 它可以去 實現一個 generate 的 這樣子 這個 這個我後面會講 好 那 所以 像剛剛講到就是 行別的 type system 它是一個 改革的 概念 就是像剛剛 然後 它去 描述行別之間的 關係 然後 我稍微整理一下那個 Julia 裡面有的 呃 可以 宣告的 台 所以呢 畫出了這張圖 OK 好 基本上 是這樣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是 conjet 台 就是 concrete 那這個東西它是可以 產生出的 系列 那 呃 它的上面 它會有 超選台 OK 那 我把 這兩個東西 types 都可以加上 參數 所以它參數的話 之後呢 就會變成 parametric 的concrete 並parametric 的artime 這樣子 那 它裡面也有 可以設定 emutable的 東西 那 不然 不然 這 這些都是 就是 裡面的 槍數是 裡面的屬性 是可以動的 對 那如果是immutable的話 我宣告出來之後 一旦 它變成 一個實體之後 裡面的 parametric 就會動 那 另外還有兩個 被我丟 在外面的 一個是 Tuber 一個是 Union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 講 好 我先講 Tuber跟Union Tuber跟Union 這個東西在 在 有 有個語言 叫Huskel 它 就是 Huskel 的 經典 神經典 對 那 基本上 Huskel裡面 它也是用 Tuber跟Union 那 它有把它圍剿 Aurvated 的菜 也就是說 它是可以用來做 代數運算 OK 那 嗯 可是 我之前有看到有文書 去把 Julia這兩個 抽出來 然後把它圍成 它的 然後我也是想要 講它的 代數運算 可是我覺得 它似乎沒有像 像 那個 Huskel那樣 嗯 那麼好用 所以這邊我還在研究說 到底要怎麼用它 OK 那 Girson Tuber的話 它就是 呃 一對的數字 那一對的 呃 物件 東西 對 就是你可以認定長度 比如說 我這邊有 三個東西 然後我就把它 設成一個 Tuber 那 Girson Tuber它是 就是 一樣 學到出來之後 它裡面的這些數字呢 一二三 這邊是沒有辦法動 OK 那 Tuber的話它可以 認定長度 就是你要多長 也多長 這邊我只有三個 你可以兩個 你可以四五 這樣 那 優點的話 這個概念就跟 如果有 碰過C的話 C裡面也有優點 對 那就是可以 在同一個記憶體位置 我可以放不同的 Type 的東西 對 所以說你可以 呃 宣告一個 Union 然後它可以是 整數 也可以是 計創 這樣子 OK 可是 因為這東西啊 這東西在 Julia裡面沒有 Vox 它只能去 Check某個東西的 Type 它是屬於某個 Union 所以我會不會覺得說 它是不是 沒有什麼用 如果是實現多數 我會覺得說 把兩個Axtract class Shut up Axtract Ellipide的 Union 的時候 它的Country type 是可以的 我記得好像可以這樣 因為 我上次寫 Julia是很 修緣的記憶 所以我記得可以這樣 然後所以它可以這樣 很彈性 就是 把兩個Axtract type 下面的Country type 合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混著用 然後 可能是實現多數的一種手段 對 那如果 感謝提供的方法 我可以再想想 對 我可以再想想 因為我記得 我試試看 它的用法 好像是可以再想像 對 因為我還沒有 還沒有真的 瞭解這個東西 如果這個東西 真的可以 跟Tubo 一起做 Rating 它有可能去做 代數位轉 的話 那我想這個東西 就會沒有想到 這樣 好 那 呃 這個東西原本是 Julia大概 5點 4 還沒有 好像是 後面 再加上 對 就是 Nothing Julia它原本 有一部分的程式 它會去接 C的程式 那C的程式 它有可能會 呃 通常就是 會有 沒有Return數 對 然後 沒有Return的話 在C裡面 它就是寫一個Void 對 所以說呢 欸 那個 Julia為了補足 這個部分 它就創造出一個 Nothing 這樣子的東西 那Nothing呢 它是一個Segathon 然後呢 它是Void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它這個東西 是創造出來 用在 當Function 它沒有Return的時候 它就會丟出一個 它分出來 對 那 呃 其實很多語言 都有 那個 No這個字 對 那其實 在 Nothing出來以前 那個Julia 是不打算把 No也進來 對 就是 它不想要去表示 一個沒有值的概念 因為沒有值的概念 在以往的程式語言 都很難處理 所以你通常要去檢查說 這個東西它是不是很好 然後你才可以進下一個 對 好 那 呃 所以 所以它後來 後來也是把Nothing加進來 所以我覺得 Nothing大概是 有點 No的 這個 概念 OK 好 那 呃 如果說我要去檢查 一個東西 有沒有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 擔當的 就是 Union 然後Integer 跟Void 其實當我的程式要回傳一個 一個Function 它要回傳 一個東西的時候 它有可能 呃 有回傳東西 有可能沒有回傳的東西 那我就是把它運營起來 欸沒有 Julia它弄了一個東西叫 Novo 對 所以就是 請大家用Novo這個東西 就是 你 我確認Function它有沒有回傳東西的時候 那你就是Novo 你的方去 回傳一個Novo 那裡面 可能會包 VoidGer 可能沒有包 任何東西 那你再去 摳 那Novo 它就是 Novo就是一個 Tite Novo OK 那你回 然後你回傳就是 這個Tite 對 就是一直回傳一個Novo 然後看裡面有沒有搞得起 喔 所以它就是一個 包圍 所以跟西教授 然後全都是差不多 這個 這個概念最近在很多語言都有空出來 Swift也有 那個 Swift Swift Swift也有 Tasko其實也有 Tasko也有 Tasko也有 是嗎 叫Maybee 對 它有一個模樣這樣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同樣的概念 可是就是 我不確定裡面到底 有什麼東西 那你要檢查 好 這個如果不檢查 直接取詞 那如果裡面沒有東西的話 它會丟出去 一下選擇 對 然後轉型就直接換 好 那 基本上呢 呃 Jalia它裡面 我剛剛講說 它 怎麼啦 就是 我只是想要拍整個 魔法裡面的 X 蠻恐怖的 嗯 嗯 在Jalia裡面 他選擇的 路跟其他 跟蠻多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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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多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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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嗯 基本上 我們會用 會用 會用繼承這個概念去 描述前面那個 比如說像 我前面創造出的一個道理 那 它 它的 super type 是一個 那如果放到 呃 之前的 物件導向語言的話 它就是一個 super class 那 super class 如果借用 這樣子的概念的話 呃 這樣子就是一個 繼承的行為 OK 那 這邊 Jalia裡面 它只允許 就是你去繼承一個人 對 你上面只會有一個人 你不會有繼承很多人的 這樣子的 OK OK 因為很久沒寫 我也忘記 那個 是 任何 type都可以繼承任何其他 type 有些 type 就是我現在也寫了一個 class 我想讓它繼承一個 type 嗯 OKOK 你可以繼承的 type 就是 option 哦 對 哦 哦 對 哦 哦 所以它是有一個 action type 然後我現在 我可以有一個 type 可以繼承任何個 action type 對 那 那 Union算是一個 type Union它算是 對 那我可以拿一個 class 去繼承一個 Union嗎 可以 是我都有試過 哦 它可以去繼承一個 OK 然後 Union裡面可以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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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它的阿薛泰伍 它裡面沒有 嗯 嗯 基本上阿薛泰伍都跟 前面的成績很一樣 它都沒有辦法伺化 變成一個 可以一樣的東西 然後 嗯 嗯 Country Type 它沒有 Country Type 它沒有辦法被繼承 也就是說 你Country Type 你Country Type 一定是 像我們剛剛還忘記 那個Country 它一定是在業者 它一定是在最低端的 上面的 全部都是好的 好 好 然後呢 嗯 對 因為我剛剛 剛剛講到 然後 有人 要在這邊 我就想說 那個 那個 這樣子 我就 目前早上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要去reuse 這些東西 就是 呃 我的Authure Type 它裡面可能會 可能會 宣告一些 priority 然後讓下面去繼承 可能上面會宣告一些行為 然後讓下面去繼承 那我去把 呃 我下面的人 可以去把上面的行為 複寫掉 然後 可是 我這邊都沒有提供任何的 上面的Authure Type 他沒有提供 嗯 屬性 他也沒有提供行為 那下面的人 沒有辦法去 把上面的東西 複寫掉 那 到底要幹嘛 對 基本上 就是這邊的概念 對 就是 沒有行為 然後 所以 行為也沒有被繼承 這樣子 然後 屬性 屬性也沒有被繼承 那 這樣子 我到底 我到底 能不能reuse 他 對 好 幸好呢 基本上 Julia有的是 這兩個東西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 蠻強大的 就是 parchiveive 跟 muricage 所以 就是 扣到前面 我剛剛有畫一個 的 金字塔 三角形 那 想到 parchiveive 那 tarnation time 這個東西呢 它跟 c的 c的 它很像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去 宣告出一個 空架以外 然後你要把任何的 行列 才進去 這個空架裡面 那這個空架 就可以開始 所以說 我可以做一個 coordinate 就是 坐標 那這個坐標呢 我就限定 我就宣告一個 t 那這個t呢 它一定要是 整數的 整數的 方法 就是說 這個t 一定是整數 系列的東西 那我不管它是哪個整數 只要是正確的 ok 那 這邊 我就讓x 也是t 這個 然後y也是t 這個 所以基本上 我就可以把 呃 我就可以做出一個 像模板這樣子的 一個 東西 然後我把 裡面的 type 抄出來 ok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東西啊 可以 它提供了一些 彈性 然後我可以在 上面加上一些 contract 加上一些 contract 大家可以看過來 就是 我這邊就是t 我要求它要是整數 所以如果t不是整數的話 它不一定是 沒有辦法 然後還有就是 我的t 兩個都是t 所以 就變成說 這兩個 它跟 type 要是一致的 對 那如果是不一致的話 它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對 所以我這邊可以去調整說 它到底 呃 放比較不大 它的彈性要不大 好 好 那 在 講Minecraft Dispatch之前呢 我們來review一下就是 呃 多型這個東西 ok 在 物件導向裡面 多型這個概念 的話 就是 呃 舉個例子 呃 狗跟貓 它都會發出叫聲 它會有聲音 ok 然後狗跟貓 它都是屬於 屬於 可以跟貓 這個 這樣子 ok 但是 呃 我要求他們的叫聲 應該是要不一樣的 對 他們的叫聲應該是要不一樣的 所以說 多型它做的事情 就是說呢 呃 Subpass 它去繼承 Subpass 它一些行為的時候 我繼承的行為 它只是 就是 我可以 call from Mount的應該是 可是這個 但是它 裡面始作的內容 它是 Depends on你的 Log 跟Depends on你的 Cat裡面的 內容 所以 這個基本上是 呃 多型的這個概念 好 好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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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往 把多型這個東西 它就是放在 物件導向的 製程上 可是其實多型它有 可以 呃 有更廣益的 意義在 所以如果你去看 VPDR的話 它這邊會講說 然後 它是提供一個 單一的 interface 然後這個 interface 它可以 呃 呃 根據不同的 呃 呃 根據不同的 實體 然後去做出 不一樣的 變化 這樣子 OK 所以 基本上 嗯 它講的 意思就是 多型它可以 為不同的 呃 形別的實體 它提供單一的介面 所以它提供的是 一個介面 但是 實作上面的話 它還是 depend上你的 呃 形別的 呃 實體的形別 那 其實 如果這樣講的話 在C裡面的 呃 呃 或是 operator 的 就是多展 對 這一塊 它也是屬於 呃 多型的 範圍 之類的 好 那 接下來 會稍微 介紹一下 conversion 大概會有三種 OK 那 conversion 第一種就是 EHOPE 對 conversion 我不知道裡面 對不對 OK 那 呃 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剛剛講到的 他學的overloading 跟Harmel overloading 然後 但是 如果你去看 它的那個 Echo 這個意思 啊 它指的事情是 它指的意思是特色 就是 呃 你為了某個 為了某個 呃 功能 那你特別去把它設定了一個 不一樣的行為 對 那 所以說 它就是 會 呃 它會根據 你 function 後面 給的 參數不一樣 那你給的參數不一樣的話 它就會去 cull 不同的 呃 不同的 function 來執行 呃 不同的內容來執行 OK 那 operator的overloading 它寫的是 function的overloading的其中一個 對 其實你可以這樣看 就是1加2 然後其實我可以把它寫成像方便的樣子 對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 呃 那個符號把它換成有意義的 所以這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好 那 接下來呢 還有那個 parametric的 pornomorphism 那 parametric的 pornomorphism 它其實 呃 跟 前面有提到的 呃 因為在c裡面的template 它是 一個 type 可是我這邊講的 它是一個 function 也就是我的 function 它也可以加上一些 parametric 那 我藉由去提供一個 的 參數 丟進去 那 呃 我可以讓 讓同樣的 function 也對不同的 呃 不同型別的東西 然後 有不一樣的做法 對 好 這邊 這邊我到後面 會講到一些 實力這樣會比較有感覺 這樣 好 那其實 這個東西它其實是 泛型 就是gm2a programming的 其中一環 像 像前面的parametric 它也是gm2a programming的一環 那 呃 這個東西gm2a function 這個東西 它其實在其他 體驗裡面 呃 呃 也有 這 好像 一些 一些 好像 一些 椅子 那相片的可能都不止 那相片的可能就是 我們以往 呃 復健保障裡面用的哪一種 就是你上面 誰 就是我的相片要繼承數量 然後我繼承 我連同行為一起繼承 那行為繼承下來之後 然後再去根據不同的 相片去改他的 呃 method name 所以這個應該 大家應該蠻小心的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切換到 mygo Dispension 到這邊 大家還OK嗎 好 mygo Dispension它其實是去解決 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當我去call了 一個 同樣 function name的東西 同一個 function name 但是如果我有 我同一個 function name 它有不同的始作版本的話 那我到底要該選哪一個 我到底要該選哪一個 function 去執行 所以這個東西會跟前面的 同一個 或者是整個方法的 其實概念方法比較清楚 那 比如說這樣好了 比如說我有一個Double Double這個方法 那我無價Double的時候 我一定會給了一些參數 那 我Double function 我有兩個始作的版本 一個Double呢 我是想要把數字Double 另外一個Double呢 我是要把自串 在數字裡面 記起來 所以一個是給數字的 一個是給自串的Double 那再 呃 講一個對比 對比是Multiple 對比是Single 那Single Dispatch這個東西 它在很多物件上的語言裡面用來 對 比如說這樣 嗯 嗯 這是Tescape 那 如果說我在 我創造的一個方法呢 是Fore 然後另外一個是Fore 那Fore裡面 它有Double這個東西 有Double這個 嗯 這個方法 這個NASER 然後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數字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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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做的事情 就是把 嗯 《狠》 然後變兩個 嗯 伏字 然後在之後把它切起來 OK 那所以說 Single Dispatch 它做的事情就是 當我去ieties Double這個東西 那 它會去看 嗯 嗯 这个Double 是在鐵下面 這個Double是在 如果我是寫WordDouble,那它就會一直都去判斷說 OK,我是在比較WordDouble 那如果說我的Double它是 我Code的時候它是寫畫版Double的話 那它就會去Code畫下面的那個Double的這個東西 OK,所以Single Dispatch應該也已經了解了 那我們Maribeau Dispatch的意思就是說 前面Single Dispatch的意思就是說 我是有一個參數,應該說一個人 一個東西去決定說我到底是要分開給誰 就是說我到底是要用哪一個雙圈 所以我決定的那個通常是Code 就是Code的Times Code還是Word 那Maribeau的意思就是說 我有很多人 共同去決定說 Double這個東西到底是要分開哪一個 那Maribeau的話 意思就是說它會把 嗯... 好,OK 現在在Julia裡面呢 有兩個版本 那這兩個版本也都一樣是Double Double OK 那Julia它沒有 沒有物件的 Fore Double Double 這種東西 它全部都寫成Function 那全部寫成Function的話 它會去看說 你Function裡面的這個參數啊 然後 它的行別是Fore 然後這邊的行別是Any 就是Maribeau的東西 它就會自動是Any 那這個的它是Ball 然後 所以 如果 當你去Code 去Fore Double 的時候呢 它會去看 你的參數裡面 裡面的是誰 你的參數裡面 第一個人 給的是Fore 然後 後面的人 給的是Any的話 它就會去Code 上面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 給的是Fore 然後 它會去 看的是 它會去用的是這個版本 所以它會去看 那個參數的排列組合 它到底是誰 所以去對應到 那一個 Function 跟 版本 這樣子 好 所以 基本上 最近還有一個 就是 因為 它的 你的 Function 你的 method 它不是 寫在 它不是寫在Case裡面 它也不是寫在Type裡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 如果說 我不想要這個 它 我就直接去 再寫一個關係 把它寫掉 就好 所以你可以隨意的加 加 所以 這個東西 會 其實會符合 在 軟體農層裡面的 那個OpenCourse 的原則 所以 你可以很簡單的 加一個 我想 所以 你後面寫的方圈 會覆蓋 前面寫的方圈 如果它的 你的方圈內 一樣 如果你的 那個 財務的 行列 是 它就會被寫掉 所以它是按照 順序 對 它是 後面跟它前面 還是說 它 它 後面跟它前面 沒有改變 所以大概 會去 就是我們在寫的時候 會希望把 就是我前面有講到 就是把行列寫上去 對 如果你全部都沒寫 就別去 全部都是這樣 那你會很容易被改掉 請問一下 如果 我在 因為它 我記得它也可以寫 馬拉雄 對 它可以寫馬拉雄 對 音後門的 所以 你沒有把它 放在某個 內 space下面 然後直接把它 擴到 之前的 裡面的話 它是 會 它會 改掉 會 它會改掉 而且每一個 module 它都會去改掉 前一個 聽起來有點可怕 對 是有點可怕 所以這一點正在 正在 就是大家正在討論 因為它的 module 它是沒有 內 space 對 它是沒有內 space 它會自動把內 space 給我電話 對 那 所以說 你在 call 的時候 就會 就會 可是 相對來說 就是 如果你有把 如果你有把你的 type 寫好 然後基本上是 你的概念 就是 如果你的 type 是你自己 宣告的 這是你自己定義的 那 基本上你只會 用到你自己的 東西 還說 OK 很好 好 那 剛剛講到 就是 PowerFesture的 lesson 那 這個東西就是 一樣 如果說 我要 比較兩個數字的大小 那 這兩個數字呢 S跟 Y 它都是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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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數 十數下面的 任何 任何 任何的東西 這樣子 那 這兩個 它會規定這兩個 它的那個 行李號碎 OK 有確保這些 都符合的話 然後 它就去 就去做比較 所以 PowerFesture的 method 它也是 把它 條件寫在這邊 那你可以不要 寫條件 你就可以直接寫一個題 就好 那個 好 那個 那個點 都只能 check你的 兩個的 數字 是不是 OK 所以 基本上我要比較的話 就是我要兩個 時數才能比 兩個 都是 都是 時數的 那 這樣子 所以我就不用去寫 判斷 就不用再 再把它放去裡面去寫 看看時候 有進來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 東西 這邊就可以去 刷掉 那 如果當時數 如果遇到 如果遇到 補免的時候 不是應該會 有任務差 對 然後 所以這邊會給我 這個問題 什麼 什麼意思 就是我怎麼做的那個 不少 然後 這個時候 時數的話 啊 沒有 因為這邊的時數 它是一個 安全海的 對 所以說它時數 它下面包了 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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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包了 它確定的就是 你兩個 這邊 這兩個題嗎 所以 你要不就是 兩個都是 點數 兩個都是整數 兩個都是有理數 兩個要是 理性的 呃 它才會進去製造 對 所以 呃 這個東西 它把它加進來之後 我覺得它加了很多的 彈性 然後但是你也可以加一些 對 因為這樣聽起來 其實 就變得說 呃 呃 Jumia 裡面 如果你要實現像這些 像波形之類的事情 其實你是先定好你的Type hierarchy 這樣子 對 然後你有個Astract class 下面可能就 四個 四個 我就這樣 我就走走走走 走到我們的Astract class 然後下面就長了 比如說 N個 呃 Country time 對 那如果我想要讓 這些Country time 因為它們是同屬 同一個Astract time 對 所以我在程式裡面寫 就其實是想說 他們應該要支援 呃 同樣類型的行為 沒錯 譬如說 抓到我們家 抓到我們建築 那 譬如說 就拿下你的軟件好了 我光是要完成 他的某個 加法 我就是要實作他的CN群 我就可以拿CN群2 對 Country time 跟Country time之間 然後我就可以CN群2 我就要做那麼多種 這樣 嗯 沒有 像上次電話 我又寫了 我知道 因為像加法 還可以用這種方式 我做的就是 譬如說 有某一個很特別的運算 不一定加進去 不是他Fueling 一定支援 就是同一個我自己 硬一點的運算 那 你希望的就是 這四個可以互相 因為我現在用 我現在把它放在 同一個Astract time的下面 對 然後這個運算 如果我希望是 對這個Astract time 是可以支援的 意思就是說 它要 對 譬如說 你這個 這個 特殊的運算 它是一個二元運算 對 那這樣的話 你就要持做CN群2種 因為你這個 你任何其他地方 用到這個Astract time的時候 然後你在那個Astract time 你在那個方體下面 用到這個運算 用到這個你特殊的運算 那你是不是就要對 所有的Country time 因為你多型嘛 你丟進來的東西 你只知道說 它是一個 譬如說叫做 叫做Astract time 然後下面有 四個小Astract time 對 那你 一方體丟進來 你只知道 它是一個大的Astract time 你知道它是哪個小Astract 然後你現在 用到它的運算 然後它是一個二元運算 你這兩邊 可以是任何的小A 那你這邊就要 持做CN群2 可是 可是你 裡面的內容 就是各自不一樣 還是都一樣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嗯 就可能各自不一樣 就是 就是譬如說 有十種小A啊 就是 它都是大A 可是 我 我知道你大概要 比較大意思 可是 但是 對 就是如果說 你 Function裡面的內容 嗯 它做的運算 如果都是一樣 那我只要寫那個就好了 那如果說 你有要特定 誰跟誰不一樣 那你再把它 對應出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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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如果你用 因為 因為 我剛開始寫 覺得它還 這個還方便的地方是 如果你只用到一些 建築的運算 就是說 就加起來 這個其實是可以 很方便的讓你寫出 很 有用的 很多 就是很簡單的就可以寫出 各式各樣 可是我說的就是說 欸 Julian好像可以自定義 operator 我記得 我記得 可以嗎 我都忘記了 啊 我不管 可是我不管 可是我假設 Type有的運算 對 因為 反正 operator 這個東西其實也就是 一個 Function 它就是有的 Function 對 它就是有的 Function 我想要讓這個 Function 在這個 Actual Type 我是想要讓這個 Function 是付出在這個 Actual Type 就是 任何地方只要 你丟進來的那個 Type 的那個東西 是這個 Actual Type 的家伙的話 它就可以動 那如果 我就要確保它能動的話 我這個 Actual Type 下面 有幾個 Tankual Type 是不是就 任挑兩個 都要使用 這邊 換成你的 Actual Type 這邊換成 Tankual Type 這個 對對對 比如說就拿Tankual Type 好了 那 我有個名字 就叫做Tankual Type 當然 不要說Tankual Type 那有點混 我說它叫做 Super Function 然後在Super Function裡面 我用的一個東西叫做 Super Operator OK 然後它是兩個 Actual Type 一個是X 一個是Y 然後它是某一個 Actual Type 然後這 Actual Type裡面 有十個Countual Type 那照理來講 一樣宣告的時候 現在有說 我任意拿其中兩個 Countual Type 的因素出來 我丟進去它 讓它能動 然後 它有用到那個 Opportunity 有用到那個 Super Operator 那 那個Super Operator 如果要能動的話 那就是我 任何Countual Type 都 要使用一次 不然的話 我丟進去的時候 比如說有某個家伙 那我沒有搜尋到的話 那它就炸掉 沒錯 對 那就是你也想念Countual Type 對 所以就變CMG了 它只吃兩個 它就變成N 你有N 沒有沒有 我說的是 Type要 Type要搜尋 我們說的是 Countual Type 那一次 就是當你的方法 被丟進一個 Countual Type 的因素的時候 它可以去提供一個 嗯 你聽懂我會知道 因為如果是一些 Field In的 的方法 那很簡單 那Field In的方法 你做好了 所以就 好 OK 這個或許我講到後面 可以解答 因為 目前 我大概知道 你名字 但是我覺得 應該 因為想後來覺得 它有點 不方便的地方 是 假設你剛開始 Aptual Type 的那個 Hierarchy 你發現 一定的不對 就是 你發現你剛開始的 設計是 不太好的 你想要動那邊的時候 會牽一把動全身 對 就是 你會發現 這個就讓我少做什麼 那先做什麼 對 那我講到後面 應該會 會 會有一點 就是 sense 或是幼稽之類的 OK 好棒 那 這個是官方他們的例子 就是 如果你有把 Malue問題 寫下去 寫得非常好 的話 那 他可以幫你 回答一些問題 就是 如果說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跟 定義的方選是一樣 他只是沒有寫 那個 Function 然後有Blog 他直接 是 寫 Function Name 然後 參數 然後 如果說 我要Check 兩個東西 是不是 同一個Type 那 我只要 就是 tp 然後 tany 那 他就直接把 Chill 丟給你 OK 那如果說 我沒有講 Content 那是 另外 是其他人 他就會把他送去 那 這邊 這邊 直接 丟給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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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他會自己去做 他到底要選哪一個方去 去執行 那他執行之後 他直接把 呃 詞 丟回去 那 所以說呢 如果是這樣 他就會把True 丟回來 然後 如果是 這是Fore 然後 就會False 然後 然後 那 會遇到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 這邊 這邊會有 語意不清的狀況 就是我前面 如果我寫了 我要求X 要是一個Fort Y 它是any S它是any 那 Y 它是Fort 但是我店 各自定義了不同的 運算 好 這個 其實 銀行的是any OK 所以 那如果 我兩個都是Fort 對 兩個都是Fort 的 S跟Y都是Fort 的話 這個時候 Julia就不知道 所以 基本上官方 他們 丟出一個 規則 就是說 希望你從 比較精確的 例子 然後 開始 開始定義 那定義之後 它會往比較公平的方向 寫 那 基本上 先 D Fort OK 那 抓到Fort Fort 之後 它就可以去 找到太陽指示 標的方式 是誰 那 它 這個 這個順序啊 它其實會先從第一個程度 先看 意思就是說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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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去 ROMG這個 function的話 它會先去抓X 看X是誰 比如說X它是Fort 所以 範圍就是 這兩個其中一個 再去看 Y是誰 那 Y是誰的話 那 第一個它先選擇 所以它第一個先去Match到 那 Y是Fort 它去之前 OK 所以 下面的例子 OK 所以 這個 這個 兩個都是Fort 然後 它會先去看X是誰 那是 是這兩個其中一個 那 再去看Y是誰 那 Y的話 這兩個 它先選擇 所以 它會先跑 那 那 欸 這邊多一個加 好 然後 上面這個 2.0 2.0 然後 跟3 這個是Fort 那Fort的話 它先去抓 然後 Integer的話 它不是Fort 所以它會去跑 OK 那 這個沒有選擇 它是Any 所以 Any的話 嗯 所以 是 這個 這個 它Any的話 它會去 去 試著去Match 到一個 最伏 然後 宣告出去 是比較上面 然後 必須去抓 抓 那些事情 OK 好 目前為止 OK 所以 基本上 到這邊 應該是 把 把 菜牌的宣告 然後 Function的 手座 大概 完成完 後面呢 還有一個 就是 如果你要建構 你要讓一個菜牌 它 變成一個實體 變成一個 方式的 控制 OK OK 好 嗯 保證 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 定義在行列 的 定義外 就是 我的Type 定義成這個樣子 就是 它是一個Fort 然後裡面 有兩個參數 然後 8跟 84 OK 然後呢 如果說我去 宣告了一個 它其實就跟 Function非常相 那它只是 這個Function 它去Match到 這個Type 的名義 所以基本上 這兩個都是 它的Contrutter 然後這兩個都是 它的Contrutter 這兩個寫在 Type 的Block 之外 所以呢 這個就被稱為 AuterContrutter 那 AuterContrutter 它其實是 它 它就可以當用 就是 如果你 你 這丟2進去 你就會 對應這個東西 然後 SS 兩個 2 那 如果你 什麼都沒有 它就幫你 設定 這樣子 OK 那 AuterContrutter 在幹嘛用呢 AuterContrutter 就是 你已經寫好一些 功能了 但是如果你突然想到 有些功能可以 擴增上去的時候 那就可以 把AuterContrutter寫上去 那寫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 擴充 你的 Contrutter的 威力 那 另外一個就是 InnerContrutter 那InnerContrutter 它是寫在 Type的裡面 OK 然後 它只能有一個 OK 那 InnerContrutter 它可以用 New這個東西 好 然後 就是 不管多少參數 你的 Contrutter 就是 可能有三個 三個參數 或兩個參數 就只能選擇 所以我再 寫上一個 現在是你可以 只做一個 三個參數 你只有一個版本 然後在外面 刷我的 Out of theContrutter 可以吃兩個參數 然後再去 扣那個 所以什麼 影片就只會出現 對 那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會 好 嗯 今天如果說 我宣告一個 Oder的Pair 那Oder的Pair 就是 我有兩個數 那我 這兩個數呢 看看這樣 是 好 就是我前面的 要比較小 然後 後面的要比較大 OK 那如果 我要前面的 比較小 後面的比較大 他會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 當你去 call這個 contrutter之後呢 他會去做判斷 就是 s跟y 哪一個大 那 如果說呢 s比較大的話 他會丟error 那如果 y比較大的話呢 他就是 用力先call 一個 這樣子 那 這樣子的type new的話 他就是 剛好去 一對一對一 OK 所以 new的話 他只能在 inner control 裡面去用這個 好 那 主要的用途 就是 這個樣子 就是 他會希望說 你去盯一個 唯一的 inner control 在裡面 那 你讓每一個 你要擴充的功能 那些 alter 去call 然後 像 像 其他的 那個什麼 contrutter 的 chain 就是 一個 去call 那 你就可以在下面 這邊做 但是 你有一個 overall 就是 全部都要 歸到 這個 那 卡刷特 他也可以加 參數 對 這邊我就 我就 好 大概四張 這個樣子 他其實 contrutter的 加參數的意思就是說 你前面 在type上面 加參數 他其實內部 使作的時候 他會擴展成 這個樣子 就是 他會去多一個 altecan 刷特 然後他會去檢查說 他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 遇有這個東西 所以 好 自己自己 自己 所以這也是 一樣的 OK OK 好 先 休息一下 好 覺得 應該 這個 阿爵 我會 你的方法 OK 所以基本上 我會大概 往 HUDERLINE 這個方向走 好 好 那 OOP的話 基本上 有大概這幾個 東西阿 就是 呃 工裝 然後 繼承 然後大概 勾起五遍 就是我要去 定義 然後定義我的 然後 然後有時候呢 你還會去加一些 情緒的訊件 然後加上 他就轉 就是你要套別才 大概 好 然後 繼承的話 就是你要去組 CAS 跟CAS 之間的關係 然後就像前面 就要去組 CAS 跟CAS 那 多型的話 就是要讓不同的 同樣 長得 一樣的 呃 呃 對 對 但是 GAS 的話呢 呃 Polimophism 他做的 呃 Polimophism 在 這邊他用 Micro-Discation 去佔了一個 呃 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後 他其實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呃 你以往在 繼承的時候啊 可是如果你的 下面的 class 寫的 跟你上面的 那個 superclass 如果稍微有一點 出入的話 你定 定在上面 superclass的一些行為 你繼承到下面的 嗯 s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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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說 呃 他在Polimophism 這個 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去把 這件事情 拉開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安固定 呃 不同的 sacca 需要 什麼樣的 那你就不用 通通通用 sacca 你可以自己定 那 那 就是 它是一個 韓性 那 繼承的話呢 呃 他指的就是 在Julia 的PiSystem 然後 他只有去 描述 情編之間的 實作 呃 情編之間的關係 他沒有實作 OK 好 那 呃 那 呃 就是 如果說 啊 呃 他的認為就是 Private的State 是不需要的 就是 Private的 呃 屬性是不需要的 那 所以說 他其實就是 沒有封筒 因為如果 在 在 以前 大家看 那個 OOP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 我第一不了這個封筒 把東西 裝好之後 然後 再去寫 然後繼承 之後下來 再一次 所以 呃 他會比較偏重 就是 呃 因為上面的 成分多餘 下面的 成分少一點 所以 Julia 他 把 呃 管用費者 能達到 比較重的 成分跟 基本上 你要去 設計一個 Julia 他的 或者是一個 呃 物件的關係的話 然後 大多都是 在處理 我們用費者的 部分 然後 跟 那相對的話 他包裝 封裝上面 其實是很少 好 所以 在以往的 OP的話 他做的東西 是 呃 掃太平 就是 我去替成前面 然後 前面的 呃 呃 掃太平 會有剛剛我講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 如果你這些 繼承下來的話 那 你就要把 你的 Superclass 跟 Suppers的關係 就好 很精準 那如果說 不然你上面寫了 下面不要的東西 那或者是 好像什麼事情的話 那他就會繼承到一些 多餘的東西 好 那有一些語言 他會設法 將這個東西 拉開來 那基本上就是 會用 像Java就是會用 Everface 那 呃 用 有的是 用Trade Trade就是 像Sweetness 然後 GalalaGhost 這幾個 他是會用 Trade 去把它 抓出來 那Trade其實 我覺得他只是 包比較多方便的 Everface而已 我理解你有沒有錯 我不知道 因為 Sweet應該叫 Procode Procode嗎 Procode嗎 Procode 對啊 因為他在 接於 Method跟Class的做法 他是用Procode OK OK 可能 那邊 然後Trade是 Sweetness 然後 Russet Russet 我之前有在Russet 沒有看到Trade 嗯哼 因為我覺得Russet 太神奇了 其實 其實基本上很多語言 他說會 呃 就是一樣是用小太平 然後但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去 去 就是把Messor跟 試圖把Messor跟那個 呃 呃 Type 他死的地益打開 然後 然後 那如果像那個Duck開平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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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沒有發生 那現在會死 Duck開平 就像那個 Duck開平 嗯 Duck開平的話 如果你要說Duck開平 Duck開平 這個特色 因為他只定 因為他 Duck開平 他只定義的 就是他只定義的接面 所以 依照任何這個 這個接面的東西 都可以 做那個事情 就是你在宣告 譬如說那些韓書的時候 就是 你要吃的東西就是 補合這個Protocol的東西 所以 這個其實就有影響 Duck開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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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說拍什麼 那個Ruby Ruby Ruby還是到Tuckin OK 好 其實他有點隱憾的 In the Face 那沒有 不覺得 不覺得 不覺得啦 還是你回家會把ABC 對對對 我知道 我沒有玩過 對啊 我吵了 好 那 至於Julia呢 Julia他就是 RMH的 網路對手 就是他前面 有一點放 可以非常多的打 就是太無防 然後 Message也放回去 然後刷在裡面放回去 OK OK 那 然後再加上 Michael Dispatch 啊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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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不太確定 我不太確定 他到底有沒有 複補印象 不太確定 對 這個其實是 List家族 他的一個 方言 還是 詞 對 他也是List家族的一個名 然後他叫Ponelist 然後 其實 我 非常不懷疑 就是Julia他前面那一套的 Tuck system加上 Micro Dispatch 他其實是從 Ponelist的 Object system 超買的 對 對 其實我在 看到 Ponelist 對 就是我去查 Ponelist 他有 Ponelist 然後 裡面也是一種 Ponelist 然後 裡面也是一種 Ponelist 所以 我在 Ponelist 等下 在Ponelist 文章比較像那個嗎 嗯 Ponelist 對啊 其實我剛才就想說 那個 就是你剛才說 Machos Dispatch 他 等於我跟 Castro的 Ponelist 很多意思嗎 我覺得 有一點 嗯 嗯 可是我記得 Julia 有一個會 幫你去做 最接近的 就是你剛才 就說 Float 然後再次 Float 對 那 為什麼 你 AKS放Float Y放其他東西的時候 它會Match到 那個 對 不太確定 等一下 好嗎 沒關係 他在裡面 他會見一大張 對 是 第一個參數 然後第一個會參數 然後 他會去查個 對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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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講到 他會去找 Match 最多的 那 我覺得他 我記得找Match 最多 最上面那 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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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從前面開始 那 嗯 那 嗯 嗯 那 Tile的话 就是 我就是 就是絕對某一個class,然後去定義他一些別的行為 那Judia的話,他希望你做的事情是對某一群害怕的 或者是某一個tree下面的那些眾生 去定義他的行為,也就是說他的定義行為是對某一群的 對,與共同去定義某一個,不是定義行為 對,然後他希望說你可以去善用泛行隊的東西 就是善用RH的東西 然後可以讓你的method可以收放置 好,那所以現在來看一下就是Judia Stub的OOP大概長什麼樣子 這個基本上是,就是定義的一個AMO,Action的AMO 然後呢,如果你要寫那個Immutable Type的話 這邊就把它改成Immutable 不然這邊有一個主菜 那讓他去繼承你看 然後 你有 你有的是顏色,然後跟種類 然後貓也是,也是顏色跟種類 那這邊的話就 這邊的話,我還是有點希望說 可以 在Immutable裡面去 宣告這兩個,因為這兩個是窗戶 全部把它推到上面 不過就兩一群還沒有在 所以,所以 也是要分別寫的 然後呢,再來就是去宣告他的 行為的部分 其實我希望我對所有的AMO 可以去取出他的顏色 OK 那如果不小心你滴你的一個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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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但是就是你要 這是我那個時候寫到後來 你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OK 就是 就是你希望有個東西 但是那個某個東西它下面沒有 沒有想說音樂的 那那個就 那可能就是你要去調整 物件之間的東西 因為我第一次碰到這個問題 是我 然後 訂了一個Hair Rocky 剛開始的時候 看起來可以 理不做好 然後呢 我不小心突然發現 啊 我好像需要看一下這Hair Rocky 然後 就出事了 而且是一起出事 對 那個出事就一起出事 對對對 天啊 沒那麼容易收房子的老實說 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多型的部分 就是我希望狗它會有叫聲 然後 希望貓也會有叫聲 對 然後我就 就對狗跟貓各地寫一個話 跟鳥這樣 OK 那啊 所以RUN起來的話呢 就是大概像這樣 呃 我有一隻 黃色的拉布拉多 然後讓它叫 OK 然後我有一隻 棕色的不知道什麼貓 然後讓它叫 OK 然後呢 我剛剛講的Trip就是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在 在 就是狗仔它也可以把它寫成 傳統的 那個 它就有人解的方式 那 這個是我在 就是 狗仔剛出來 那種 我出來 然後有 有一個人 他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是講說 狗仔沒有無間打牆 然後就是有人意識的 我覺得 我覺得 看起來不錯 好 那是怎麼樣呢 就是我現在看到一個 父母這樣子的 我們把它看一個CAS 一個 一個父母的CAS 然後其中 它裡面會有 一些屬性 然後 基本上 它把Function也納入 寫進去 那裡 OK 然後再來就是寫一大段的 Internet 那這邊一家考上 它要做什麼事情呢 因為它考上 它要給它 就是屬性的 值 這樣子 這邊先做 念 就是 把它 實體化 推出來 然後去設定 它的那個 設定 把這個X設定成 一個 所以 這個 OK 然後再來呢 我的Function怎麼要設定 所以要Function做的事情 是Function 這邊寫了兩個 一樣的 這邊是有寫的 OK 然後我給不同音樂 這邊 這裡會是String 這邊的音樂是 Function OK 然後呢 再把這個Function 寫進給 那個 內容正 然後呢 再把它類似 寫回去 OK 也就是 非常 嗯 諮詢家 有點像 你有 對 你說要 你這個 利用教室 上學了 對 OK 然後所以它就可以 這樣幹 就是 我把X追進去 然後所以畫就是X 然後呢 如果說 多型的話 我讓它好多我 然後就是 所以我剛剛 特別做了兩個不同的 那個 做了兩個不同 Function 所以 所以 還有我 好 所以 大概 先來總結 比較一下 就是 呃 Julia的物件 導向跟 傳統物件 導向 Julia的物件 導向它就是 就是前面都是 一個 就是我上 上頭的一個 上頭的一個 那 聽 欸 好 然後這邊 這邊的話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邊也是 4個 那 基本上 在傳統物件 導向它會 繼承的是 屬性 然後也會 繼承行為 那 那個 基本上 在Julia 它只繼承行為 意思就是說 當你這個人去定一個 他的行為 下面的人都適合 這個人定一個行為 下面的人都適合 如果你不要 下面的人都適合 你就定在這上面 就好 那 可是 這個的話 你定行為的話 這個就是 上面的人定行為 下面都是 那你只能去複寫它 OK 那 這個 Julia的話 它的 行為 它有加一些 關鍵的東西 進去 所以 你可以去 有彈性的去 去 去 調整 啊 這個就不一定 這個 這個就看 探語 好 那 再來 有一點 是 這邊有寫到 就是 Dynamic 的 跟 Julia 它是 State 它其實是這個 那 Dynamic 的 它其實是指 你 然後 裡面定義的行為 所以說 這邊 你在 去 實體化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把它們去丟到 別人裡面去 OK 然後 你在 pull它的時候 跟 操作 你的 object的時候 它全部都是動態 再去 處理它 所以 它的 Dispatch 它還是公開去 做Dispatch 那 Julia的話 我在 呃 很前面 我講到 就是它跟 C的 Structure是很相當的東西 那 也就是說 它 在 定義 Hype 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會再 找到 它的群組 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它會在很早期的時候 就把 Hype 這些東西 去定下來 然後Mass也在很早期去定下來 所以說 它在做 Multipal Dispatch的時候 它就是 只有Multipal Dispatch 這塊 在動態中 所以 這樣子的 就是 類似Structure的態度 然後再加上 Multipal Dispatch 有人就把它叫做 Static的 Promanticism 對 那 Static的Promanticism 它就是 因為很多東西 它都推到 前面去做 所以 它在動態的 時間 只是比較短 所以會比較短 如果 你把Compatide 再給它 向進去的話 當然會比較長 可是你不會 做什麼Compat 如果這個上線的話 對 這個上線的話 不會更短 不會那麼長去 動那些東西 好 那 所以 如果 大概 在軟體工程的角度的話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就是我希望我把始作跟界面切開 就是界面始作分離 那界面始作分離的話 就是它本身就是這樣設計 它圈開它本身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個界面 你在宣告前面的Hara記的時候 你本身就是在去宣告非常多的風景 你在宣告 所以基本上你要去對摩的東西 去寫它的方法 然後設定它的行為的時候 你就只要針對這個Hara記去宣告就好 那Master的Signature 就是這個這個東西 就是名字啦 然後它的形別啦 形別的排列組 參數型的排列組 這本身Master的Signature 它也是一個interface 所以說它目前可以宣告 就是以前我們都會想要有一個Virtual的Function 它裡面不塞任何東西 不塞任何東西 然後Virtual Function 就是它可以這樣蓋 就是裡面不寫任何東西 然後我就封了一個畫桌 所以它算是一個戰會符的概念 然後你說我之後會去寫它的始桌 然後去拿它的概念 你說的始桌是針對它的Honcrete 它的時間先掃開 再去做始桌嗎 對對對 你可以針對它的掃開去做始桌 或者是針對 或者是針對不同的 這個達文神去做始桌 或者是這樣子可以針對不同的類型 對你可以針對它做始桌 所以你可以針對它 或者是針對它做始桌 然後讓它的塊放進來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拿去寫框架的版面還蠻好的 因為框架的話就是它需要一個 你去填東西進去 對 然後填東西進去它馬上就要做 所以就是如果說我希望使用者 他給我一個畫的這樣的方法 然後讓我的布這個東西 他可以自己做的話 那使用者負責去填這個東西 我負責把它放下 我負責把它放下 把這個東西寫來放下 把這個東西寫來放下 OK OK That's good OK 嗯 好 所以基本上到這邊 大概把Julya的東西都講得差不多了 那很多人都會問說 這個問題就是 Julya到底是什麼樣的 對 然後 通常會講說 就是Julya跟Person 是保護健康這樣 那這樣子 Julya的話 到底是算什麼 你想想C++ 嘿 好 我說想想C++ OK 好 C++ 我一直覺得C++++ 是個大廠 對啊 所以我一直說這個問題 就等於是問說 欸那你請問 你請告訴我 C++++是個什麼樣的理由 對不對 對 我覺得 這個問題是等於這樣 是個大廠 那 如果硬要講的話 我覺得Julya是 以 MetaProgramming為主 MetaProgramming其實是 包了前面的MetaProgramming 這一塊 然後 包含 之前講的MetaPro 這一塊 它 通成就是 MetaProgramming 然後呢 它有一個 Julya的 外表 對 它外表上面 它是 用Julya 就是用Julya 然後你可以寫 一個Julya 所以呢 我們就這樣啊 對 它裡面 裡面是一個MetaProgramming 然後外表 它是包 Other 那些東西 Julya官方裡面 自己會講 它裡面有什麼 一句話 就是 It's Multicarazon Combining features of Incurative functional and the object-oriented brain 很多啊 它官方是講的很多 哦 是啊 因為我看到的那一句話 就是 第三個特色 它 對 差不多有像這樣 我覺得它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它的 核心或者是 更隱層的東西 其實是 MetaProgramming 建成的 所以我才會 才會 嗯 指它的 裡面是 Meta的東西 那 它 有一個 Otherine的皮 那 你那個皮 你也可以把它換成 Function Function Programming 照樣起來 你這邊MetaProgramming 是指向C的 Pre-Processor 對 Programming 對 然後跟 跟前面的 那個 iMeture 對 那塊 好 所以它是一個 寫起來很優雅 可是你轉下去看它就是 非常的 有點複雜 我覺得 因為前面講了很多 然後我都不知道怎麼 整理一些 持續 對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 它 支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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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把它丟在Function Programming 對 也是一樣的 Nature 對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地 欸 你有看過一個文章 來 網民文章在這影片說 那個 Oltimate Style 喔 很多人都講 Oltimate Style 對 好 拿來吃這個東西 好 那 目前 到這邊 有什麼 問題嗎 嗯 嗯 嗯 怎麼了 沒有 我 你剛才講SIMPLE 的時候 喚醒我搖眼睛 是嗎 是不是 呃 Julia 因為它 Programming 可以用SIMPLE 就是用SIMPLE 對啊 它上面的 跟它Programming 下面的各種東西 對 用SIMPLE 對 所以我才抓 核心思理 對啊 這時候也是 對 因為我 你剛才想到SIMPLE的時候 我就忽然想一下 喔 記得SIMPLE 好像很厲害 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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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沒熱 對 現在 我記得 按 嗯 好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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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 五十五 五十六 谢谢大家